小時候我哈聯的弟弟都是叫我阿公阿嬤帶 到要上學吧才帶回去北部 被阿公阿嬤這樣子帶習慣 讀書後會很期待放寒暑假 或者是過年過節回去 我們每次回去阿公或阿嬤 他們就是會有一個動作 我們在外面玩 然後阿公就會騎著摩托車 然後就是說小朋友上車 然後他就會帶我們去那個三條輪那邊 每次這種蜂巢是吧 就是買很多糖果餅乾 每次回去就是會很期待 然後就會去那邊買了一堆東西 然後就再回來 因為老人家就是阿公他們就比較準時吃飯嘛 所以通常就是煮完了之後 阿公他就會先上桌吃 後面就是會再叫我們去吃飯 然後等我們上桌的時候 其實阿公已經都吃飽了 但是他還是會坐在位子上 然後他就說 阿威那你愛吃的蝦啊 那你愛吃的蚵啊 他就是會看著我們 然後說趕快吃 趕快吃 我每次在餐桌上看到就是一定有一道魚 然後阿公就是一定都會吃那一道魚 他就是很喜歡吃魚這樣子 然後阿嬤也會就是坐在餐桌旁邊 可是我看到他吃魚 然後我幾乎每次那一盤就是阿公在吃早餐 中餐跟晚餐 都一定要 每次回去就是我覺得比較幸福的時刻就是大家住在客廳看電視 然後阿公阿嬤他們就是面對電視的主位 然後我們就是坐旁邊 然後就是大家看電視雖然說就是坐在旁邊 我覺得這樣就很幸福 我也很喜歡就是晚上的時候會拿那個長條的那個椅子 然後就擺在那個門口前面 然後就是跟阿公阿嬤坐在那邊 晚上呢 涼涼的風吹過來 然後這樣大家聊天 就覺得那個時間點真的還是幸福 很愛很愛很愛他們這樣子 還滿懷念的時候在三合院的時候 還滿懷念的時候在三合院的時候 謝謝 謝謝 希望分享藝 's mínimo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謝謝 我們